当年被汪涵问一句飞文女友就罢路,现如今怎又闹幺蛾子呢? 说起老鲜肉韩庚,当年人气巅峰时归过四字都不及他,韩庚是去韩国组团当偶像艺人出道的国内第一人,凭借超凡的舞技和不俗的唱功在SJ里班人队长一职,红遍亚洲,特别是东南亚那一带至今都有韩庚的粉丝团。 在2007年的时候,因为发展需要,韩庚与SJ经纪公司解约回国单飞,不仅出专辑唱片,还触变大屏幕,当演员和电影咖,可谓是一个全能艺人,全方面发展。 但是呢,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韩庚就突然消失了,媒体的曝光度大大降低,又说是与李小璐的绯闻有关。 关于李小璐的绯闻,两人从未回应过,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 但是呢,在湖南卫视当年霸露的风波,无疑对韩庚的事业影响特别大,据悉还被湖南卫视另类封杀,不要紧,料三年,闹得很是不愉快。 游记的,当初正值天天向上冠名山特部的周年活动,邀请了代言人蔡依林,潘伟白还有韩庚。 当访问蔡依林和潘伟白隐私飞闻时,都进行得很是顺畅,直到当韩庚登台互动时出了纰漏。 节目互动环节中,有一段是大屏幕照片上有一个当时正跟韩庚传绯闻的女明星,被问到绯闻女友时,韩庚的经纪人上台一把拉住韩庚下台,霸露了那期节目,留下台上一票的主持人傻眼,观众等待将近一个小时后节目继续。 至于这件事,公说公有礼婆说婆有礼,忙过台节目组认为韩庚太小气,没度量,有耍大牌之嫌。 但韩庚经纪人认为这段采访并没有在剧本的计划当中,完全是附加的举动,韩庚经纪人为艺人考虑无法接受。 热度发酵期过后,慢慢平息,双方自始至终都没人做出让步。 在随后的几年来,韩庚的曝光机会确实大大降低了,有知情人士说是她当了几个公司的股东,还有自己的品牌,还有自己的店,发展副业去了。 直到今年的一部前任三十九亿票房,还跟战狼二的女主卢靖山成了一对,算是再度翻红,风头无限。 可刚刚翻红的韩庚,日前又闹出腰额子,据悉是因为参加正在播出的综艺节目中这,就是街舞,节目组官微将视频链接配成黄紫涛,导致了韩庚粉丝以及其工作是极大的不满。 虽节目组官方发现后第一时间道歉,但韩庚工作室依然表示不满,同样发声明,在有不合理之处,将会暂停节目录制和宣传。望周知。 强硬的态度惹了网友评论两极话,有人支持说节目组这种低级的失误不该犯,就该给对方强硬的态度,但有人持不同意义表示好不容易诱惑起来,希望别太认真,对方认错就算了,要不又被封杀怎么办? 韩庚的团队真是一言难尽,图片来源网络,侵权必删。